欢迎来到小厨局花艺学校 我是花艺师吴妮艳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快到了 就在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做一款应景的母亲节花礼 大家可以在母亲节这一天送给自己的妈妈 或者是婆婆也可以送给自己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花财介绍 我们今天使用的花器是一个竹篮 这个竹篮呢里面我们有先铺防水的塑胶蛋 因为如果你没有铺的话呢 你直接放海绵 这个竹篮是会剩水的 所以我们就已经铺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切海绵 我们先稍微量一下它的宽度 好 那我们把多余的切掉 好 再来呢这个花器呢它的侧面是往内收的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你的海绵侧面 我们要往内收 所以我们就削一下往内收的角度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就修的跟你的海绵的形状是一样的 我们就放进去看看可不可以 好刚刚好 这样我们的海绵就削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帮这个竹篮在这里打一个蝴蝶结 那为什么会在插花之前先绑呢 因为如果说你花插完有时候你这边也都是花 那你要再绑蝴蝶结可能是会比较难绑的 所以我们就在插花之前先绑一下蝴蝶结 我们准备的是这个宽版的玫瑰金的颜色 绑在你竹篮上的这个提把的位置 好那绑蝴蝶结其实就像我们绑鞋带一样 我们抓两个耳朵出来 打一个结拉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稍微调一下这个蝴蝶结的大小 让它跟我们的花器是协调的 好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先剪一下 好那蝴蝶结呢我们尾巴会怎么剪呢 有两种剪法 一般常见的呢会是 剪一个斜角像这样 那另外一种剪法呢是像 剪一个鱼的尾巴我们会对折 然后剪 对折之后剪一个斜的 好就会有一个鱼的尾巴 那我们今天剪鱼的尾巴的这种形式 好那我们的蝴蝶结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插花了 好首先呢我们今天准备的主花是粉色的大菊花 那有一些人会问说菊花不是很多人会觉得它可能会是在丧礼的时候 或者是扫墓的时候会使用菊花 那今天特别选菊花就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对于花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呢花会赋予什么样的花语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人赋予给它的 而不是植物主动的去散发说我代表丧礼我代表什么 植物是无法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让菊花去定义为是丧礼的花 其实说它是比较不吉祥不吉利的花 我觉得对于菊花来说其实是比较不公平的 因为我觉得它这样蛮倒霉的 它可能就是努力的绽放努力的盛开 可是我们却特别的去定义它说只有丧礼可以用它 而且看到话就觉得它看到它就说你不吉利你不吉祥 那我今天特别选了菊花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菊花 是因为我觉得菊花是一个生命周期很强韧的植物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代表象征的是很强韧的生命力 就像妈妈一样 那而且它的花期非常长 所以大家如果买了这个菊花你们可以试试看 你每天帮它剪新的花角擦在水里或是擦在海绵里 它的花期会比一般的植物像玫瑰 玫瑰可能五到七天就凋零了 可是菊花它可以撑超久 我大概上一次买菊花的时候 买这个粉大菊的时候它大概撑了一个半月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这个菊花到底能撑多久 所以我选择它作为我们今天的菊花 因为我想要象征妈妈的还是永恒的 是像花期一样很长 长久的爱永恒的爱 好 等一下我们正面会先擦两朵 一高一滴我们先擦出滴的 好我们擦在这边 另外一支呢我们擦高的 好所以现在这两朵花是我们的主花 你有一左一右一高一滴 好那我们擦的话不要只顾正面 我们背面也擦一样的 一高一滴一左右 先剪一支短的 擦低的 那再剪另外一支 这支我们高一点点就好了 我们让它有点往后 往前傾 做出前面跟后面的它的层次出来 我们选择两种康乃欣 作为我们今天的配花 分别是杏粉色以及淡粉色 那大家都清楚母亲节 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代表花就是康乃欣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康乃欣作为母亲的话的起源是什么原因 它的典故是什么 那我一边擦一边跟大家分享 其实康乃欣呢 他最一开始的典故是跟基督教的这个圣经是有点关系的 他其实就是在 谣传说 圣母玛利亚他看到耶稣受苦难的时候 那他就流下泪水 那泪水滴滴滴到土壤之后 就长出了一朵康乃欣 所以自从那时候开始 康乃欣就被列为是 象征母亲的花 象征母爱 所以我们在擦康乃欣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 哦为什么康乃欣是母亲的花 那大家也可以观察康乃欣的花期也非常的长 就相较于玫瑰这种花 康乃欣的花期非常的长 好我们先擦一朵矮矮的 在这里 好 那一样粉红色的我们也擦一只 比较高的在后面 好 好 那这个杏粉色的我们也擦 先擦矮的 再靠近旁边的位置 那我们的话都不会一样高 我们会有高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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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到另外一边也把颜色过度过去 那你们会发现我现在擦花是比较往前擦 因为很多同学擦花会很喜欢在这个平面里面擦 我想让它跳出来 让作品更有立体感 像这样 你就会有前面中间后面的花 好那我们转到背面吧 背面我们一样先擦 把两朵粉红色的擦一朵在中间 低矮的 再擦一朵高的在后面 然后我们的杏粉色呢 我们一样擦三朵 那很多同学会问说 老师我到底要擦在什么位置 有没有规定一定要怎么擦 其实没有你就 找空隙擦 然后呢 记得不要花擦在同一个高度 把握几个原则 我最常跟同学分享的九个方位 分别是高中低 然后前面中间后面 跟左边中间右边 所以擦完你要提醒 我现在有没有高 有没有中有没有低 有没有前中后 就是每一个位置 你都可以提醒一下说 我现在擦了这个粉红色的康耐心 它有没有高中低 有没有前中后 有时候一支分别像 如果我们以这个地方来看好了 好像以杏粉色大康 我们现在就有 右边中间左边 然后这是前面 这是中间 然后后面也有 再来就是 这是高的 中 然后这个比较低 对 然后这也是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其实有一些花 像这一支花 它就兼具了中间跟前面 还有 右边 对 所以其实不一定说 九个方位一定要九支花 其实有时候一支花 它就兼具了三个 三个方位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擦 杏粉色的大康耐心 现在是我们再擦背面 那插花我们尽量不要就是说 就是让它是只有一个面 然后我们两个面都插 那虽然我们有一个正面 但是我们两个面都可以 都有都照顾到 不会觉得说你只有正面好看 背面就是没有理它这样 好那我们杏粉色的大康插完了 正版面都插完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擦杰梗 杰梗呢它有一个花语 我觉得跟它的 赏花期限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它的赏花期限也是偏长 然后所以它有一个 比较 常见的花语叫做永恒的爱 但我自己觉得永恒的爱应该是母爱 所以情人姐很多人会喜欢放杰梗 因为觉得情人的爱是永恒的爱 但是我自己私心觉得永恒的爱 应该是母亲的爱 所以我会觉得康乃馨也是永恒的爱 就是妈妈的爱 好那现在杰梗呢 我们就找空隙擦 没有规定你要擦哪里 那记得要照顾到 立体感就是 侧面看你看我跳出来的花 所以记得我们插花都不要在平面插 我们要照顾一下 那像这样的话呢 有些人会觉得 想要单支单支插 但其实你这样两支一起进去 它就有自然的层次了 所以像这种结梗啊 我不一定会拆枝 我会可能让它一起进去 它就有自然的层次感 再来就是像很多同学会问我说 老师这个结梗还会开吗 如果不会开我就把它丢了 就不插了 其实还是会建议大家把它插到作品里 因为它这样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是你会有 含苞的盛开的 你整个生命周期都在这个作品里 所以我觉得 它看起来又是比较颗粒点状的感觉 然后虽然相较于这种很大的块状 它会让整个作品比较生动一点 就不会觉得说都是同样的尺寸的花 同样的大小 所以含苞的结构我们还是都会把它插到作品里 那至于它会不会开 常常同学都说它照顾一阵子 其实根本都没有开 但是还是有遇到有同学它照顾了一个月 结果它开了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开 没有 就是不一定说不会开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也可以照顾看看 看它会不会开 好现在结构我们就找空隙叉 好那我们结构正面完成了我们就到背面 那刚刚我们在介绍康乃星的典故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它跟基督教的人物是有点关系的 那刚刚有点口误我这边修正一下 它跟圣经是没有关系的 圣经其实是没有记载康乃星跟圣母玛利亚的关联 它算是民间的谣传 就是有这样的传说 说圣母玛利亚因为看到耶稣受苦而流下眼泪 那流下眼泪之后土壤就长出了一个康乃星 那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 它比较像是民间传说 所以跟大家更正一下 所以我们背面也都插结根 找空隙插没有规定插哪里 好 那我们结根都插完了 接下来呢我们有准备一些叶子 我们先把叶子穿插进去 我们就找空隙补 看到空隙都可以补 所以我们其实一边插花就可以一边补叶子 因为如果说你把花都插完了 再来插叶子有时候手会进不去 可能会没办法插 所以我们就一边插花就一边插叶子 让叶子穿插在整个作品里 那记得我们补叶子啊 侧面这边也都要补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只顾着正面啊 或者是背面 侧面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就每一个角度都补一下叶子 那记得要插进排面里的地方呢 叶子一定要去干净再插 不要把叶子一起插进去了 这样会比较容易烂掉 叶子会容易烂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把叶子去干净再插 好我们先补个段落 进行下一样花材 下一样花材呢 我们特别挑选了 比较有线条的 比较轻盈的花材是 翠珠和玛格丽特 翠珠呢 我们让它做线条的延伸 让它插进去之后 它是看起来让作品更轻盈 整个拉出这个线条 所以我们就让翠珠穿插在作品里 它看起来会更有轻盈的感觉 好那我们翠珠也插一些比较低压一点的 好旁边也插一些 让它往旁边的线条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 右边比较没有脆珠 我们也补一些在右边 好这里补了一个脆珠 好高的脆珠也补一支 好那我们翠珠就补完了 接下来下一样花材呢 是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它一样是比较轻盈的花材 我们要让它穿插在这个作品里 那我们就一根一根插它 咧 那如果说有这种分岔的也可以让它一起进去 我們讓瑪格麗特均勻分散在作品裡 好 那我們正面瑪格麗特就先補這樣 我們來補背面 背面就會用一樣的方式 就是讓瑪格麗特穿插在你的作品裡 好 那我們背面瑪格麗特也補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把作品的空隙補一些葉子 那我們今天的葉子除了小圓葉尤加利葉 我們還有尖葉尤加利葉跟高山陽池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補葉子吧 就把葉子補在空隙 一個作品裡面我們不會只有花 我們還是會幫它配一些葉子 因為大自然它每一朵花的旁邊 原則上都會有葉子才對 所以我們就幫它配一些葉子在旁邊 讓這個作品有一些綠意 那一邊補 讓它有一點綠意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作為我們這個作品的空間的填空隙 盡量不要讓作品看起來有一個很大的洞 那當我們的花越來越多啊 我們的手要進去擦葉子或是擦花 就難度會提高 所以大家就需要放慢腳步 因為如果說你的手進去的太快或是太大力 很容易讓你的花受傷 所以我們就慢慢來 我們再擦一隻長長的葉子 正面大概這樣就完成 我們來看一下背面跟側面 一樣補空隙 再來我們有這個高山洋池啊 高山洋洋池我們可以把它秤在你的花氣邊緣 像這樣 這樣秤著 秤在底部 因為它比較短 所以比較難進去到裡面 我們就讓它秤在你的花氣邊緣 正面我們也擦幾隻 用的葉子有不同的 不同的樣式 然後不同的質感 好 那我們今天的作品障就完成了 好 這款母親節竹籃花禮 那大家一定要留意喔 就是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 用竹籃插花一定要先幫竹籃裡面 秤一個防水的保護層才能放海綿 不然它可能容易漏水 再來呢 第二個就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那個 蝴蝶結要記得先綁 因為如果說像我們現在花上完 其實你要綁蝴蝶結的 難度是會提高的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小小的重點 就是這個提籃啊 你要先把它立到中間 因為我常常會遇到同學 它的提籃是放旁邊的 結果呢 它插完作品提籃已經回不來了 所以我們提籃就把它固定在中間 這樣你這個作品就是可以提的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花裡的特色 我們今天的主花是選擇了 粉色的大菊花 那象徵吉祥長壽 因為其實 菊花它的生命週期 菊花是特別長的 所以其實它生命力很強韌 也會有 長壽的花語 所以我覺得用來今天祝福媽媽長壽 是很適合的 再來就是我們選擇兩種顏色的康乃星 有粉色的大康乃星跟 性粉色的大康乃星 都是屬於母親節 適合母愛的花 就是象徵母愛 象徵母親的花 那其他的花材呢 我們都選擇比較這種 跳動感的 像 翠珠跟瑪格莉特 讓這個作品看起來 比較有跳動感 所以你看如果說一陣風吹來 這些跳動感的花材 像是瑪格莉特啊 或是翠珠 它就會讓這個作品增加一點 輕盈感 那我們今天的作品 這樣就完成了 祝福大家 母親節快樂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會在意義的回覆大家 我是花藝師 吳妮燕 小廚菊花藝 期待與你的每一次相遇 那是珍珠 那是小壯的 那是小壯的 我會在意義的回憶 我會在一場